一關書公布上禮拜新增加2117例天高雷的 個案三例失望 今年到達已經有6464例 本土八例 一關書以後10月底是以前的高峰 到時可能超過一萬例 化學長全副部長 分幾個路線來回消 度 因為本土天高雷的疫情起床驅館 一關書公布上禮拜新增加2117例本土八例 還有三例是本土天高雷失望的個案 都住在台南市 二會在四十多歲到七十多歲 都是南省 三的人有詮釋的一半 其中這個四十多歲的十倍人 為發病到失望只有一天 累計今年因為本土天高雷失望的疫情有9例 他在發病被診斷之後住院 但是就因為他本身的一些慢性疾病 造成他心臟的問題就過世 因為目前本土天高雷的疫情要是以台南市上座 今年以來 累計已經有五千七百六十例 不過當時台南市高雷失望 發公文統治學校 學校裡面 如果是去查到天高雷的養成的主生館 還有高雷失望的學生 去位到天高雷 也到達後 較近在學校裡面為對的 相關的儘管就要出婚 至於這點 高雷教長是出來報復 或許大家會覺得說是不是太嚴厲 但是說實在的 我們也不是把行政城主當作主要目的 基本上我們到時候也會看學校是不是確實去落實 早上七點四時開始打掃 我們的老師就帶著學生第一線去做所有的資金的工作 那八點掃地結束以後 我們就會帶著指令 全校再行事一遍 到目前為止 國內本土天高雷的八例 已經有六千四百六十四例 四十年來第二關 一關書表示 除了每一年氣候和降雲量 會有萬少一倍的徵性不一樣 暗算十個月的時候會夠高峰 無難度會超過一萬例 已經有要求國境病院 把天高雷的八人以政總檢獲的聽到 分作ABC殺吉 開動主意分給收地 避免病院患者太多 影響到醫療力量 記者 總合報道